这个阶段先烧一锅热开水 再放入葱还有姜 此步骤是贵了要去除鸡肉的腥味 接着我们就放入鸡肉 静静等待观察 它的血水通常被我们消失不见 这个过程可以翻搅一下 避免有些地方我们看不到 都好了之后 接着把这锅水里面的葱还有姜 先夹到等一下需要炖煮的汤锅里面 这一锅水如果是从头开始煮的话 应该是清的 那这是因为我们中午就已经煮过了 所以才会是这个颜色 再来会将剩下的鸡肉拿去用自来水冲一冲 因为我们要把剩下的腥味还有杂质那个味道给洗干净 再放入汤锅中 接下来我们先开大火 把它给烧开 烧开了之后 再用小火灰煮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先加入剥皮辣椒的汤 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提早加入剥皮辣椒 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软烂 有些人比较喜欢吃脆的 就是等要起锅前再加入剥皮辣椒就可以了 当然比较喜欢吃烂一点的 可以现在就加了 自己掌握就OK了 好那我们的剥皮辣椒笔记就做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就欢迎关注我 不行 I don't change the whole